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别做过PMO的这些岗位 我平时喜欢自己剪头发 如果这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可能就回去开个美发店 谢谢大家 我说也是 我倒觉得你倒不像做那个互联网公司产品运营的 像做酒吧运营的 你不觉得你长得特别像小月月吗 这个季野同学啊 我认为是比较优秀的一个 曾经在世界500强 三家世界500强工作过 有过consulting的经历 也做过一些相关关于operating的工作 他虽然没有直接做过互联网的一线运营 但是他的项目管理经验 我觉得他能够把一个东西给运营好 经验来讲肯定是吃亏的 但是我觉得 就未来的一个发展前途来讲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吃亏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水流吧 如此我才会对 大家好 我叫郑树涛 我曾经在BET工作五年 做产品运营方向 然后最近在统治自由职业 工作大概半年左右 收入大概有十万家 今天想吃一份产品运营的职位 谢谢大家 好 苏涛虽然那个学历不高 大家知道这个百度阿里的 这个招聘流程还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呢 苏涛能进去 我觉得证明了能力 而且呢 就他跟姬野的区别呢 我觉得比姬野的实际工作能力 可能要强很多 沐妍给我留下的七八年的印象 就是眼观从来都是走眼的 判断什么都是错的 对 我觉得这个 咱们有些企业家呢 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 个人的好恶 来决定他的一些这个 商业的决策 所以最后不得不去当这个 抖音网红去 你们俩就互相嫌弃吧 来我们先有请姬野先做一下 那个小本 你可以记你对手所有的不足 以及你比他优势的地方 郑树涛啊 二十九 为什么是高中毕业啊 你年纪也不大 第一话我刚才是艺术生 学的美生 但当时话 学音乐的 对对对 美生 学过半年美生 来两句 你把裹满裤腿 那算了 你算了可以不用唱了 因为后来话 在工作里边 想过去思考 我去考过 坦白说有两门课 我总是考不过 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英语 第二话在很多公司里边 他们是不看学历的 只是从去年开始发现 如果没学历的话 很多公司你进不去 你以前也好 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说 你面试过菲尼莫 对对对 当时选的是 约生教育 去了吗 第二天去公司面试过 就是有一种感觉吧 我后来没选择 因为当时话 他们的同事 然后对我特别好 但是他们全是穿正装 西装而已的 就像他一样 对对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 互联网行业的style 所以我觉得没有选择 随意一些 对对对 是吧 你更擅长哪一类运营 我做的是必须产品运营 我是不对接用户的 用户的那种 跟我没有关系 我是把需求做分析 做打包 给产品经理提过去 完成项目策略 修改数据 我就完成任务了 如果你要把李浩阳 好好地运营一下 把这个产品 给他卖出去 让他嫁出去 因为他现在单身嘛 对吧 你准备怎么运营 如果按照我的思路的话 这个好像难度有点高 对我而已 我爱听你说话 但是我想试一下 可爱老师 你试一下 别客气 尽管来 没事我帮你 如果需要把令总 去包装出去的话 其实就分两步都可以 第一的话 需要问一下令总 令总你喜欢 男人类的女生 比如说是这种 成熟的职业女性 还是小姐姐 还是其他类型 她的选择 她的需求 请解释一下 什么叫小姐姐 像我们看一眼 大部分都是 包括我们一些老板 她也是小姐姐类型 你觉得令总的受众群体 是这些小姐姐们是吗 王总不是的 我刚才说第一步是吗 先做一种的需求分析 第二话就可能是我帮助 做一个匹配的推荐 着装啊 职业啊 年龄啊 兴趣爱好啊 能做很多维度匹配 爱人无量的这种思维方式啊 我只听见了你的 这个匹配精准 但没有听说 没有听到运营的部分 怎么说呢 你不是做市场的 就不要 不一定往市场方向 你刚才不是说 你的工作是迭代产品 改进产品吗 你怎么改进一下 这个产品 好 谢谢许总提醒 这个改进其实 对话而言 这个难度挺高的 但是呢 我想试一下 你就说句实在的 你要有一妹妹或一姐 会嫁给她吗 如果她俩彼此合适的话 我会选择 是 她俩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 你对你妹妹也够不好 不是 那什么用户画像 才跟我合适呢 就你还是没找到 因为你做产品运营 最关键的就是定位嘛 但是你刚才 对两类女性的区分 其实用户画像 没有分别 对吧 职业类和小姐姐 其实变成一类了 用这个问题 我真的回答不了 她刚才有一点 她说她不管用户 那是错误的 用户的使用习惯 是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她要了解 这个产品 是一个穿西装的 用户的产品 那我们的用户体验 我这个用户 可能喜欢穿牛仔裤 你就可以给你的产品 把它换成牛仔裤 然后你跟它迭代 这就你完成了 你的产品升级 郭总 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是不直接地 去面对用户 我说是不直接地 我是渐渐地面对用户 所以说 我是必须欲营 但是三段话 会直接面对用户 有个区别 是这样的 对对 但是你一定要 听用户的反馈 用户才是决定 你产品迭代的 这个最有用的 这个信息来源 我就像栗总这种 特别难出手的产品 你就干一件事情 运营有一招叫补贴 就发红包补贴 拉新 他的这个拉新成本 比较高 运营成本比较高 你就让栗总挂挂 跟我谈恋爱 送一套房 栗总有这个钱 你的清华毕业 怎么这么俗呢 就你是个俗人 我只能俗外华 所以说真正好的产品 运营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产品再差 你把包装出去 你就牛 好 好 我们换一下 来 你坐 请记也来 来 首先你给他记了什么 我大概记了两点吧 说吧 那第一点就是style 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看人 不要看他的一个外表 那我觉得可能 外表可能只是一方面 那真正的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实际上会探索到他内心的 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包括他各往的一个经验等等 第二点就是关于产品运营这一块 那我觉得可能运营无非两点 那对于一个新产品的话 那就是拉心留存 那可能是零到一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从一往上呢 那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重复购买率的这样一个情况吧 当然我讲的可能是C端吧 其实我们俩的话可能轮道有先后 所以有装甕嘛 发现维度是不一样的 他的话相比我而言的话 在互联网领域的这种经验少一些 我的话相对他的话 在一些专业项目上的程度更少一些 既然你刚才听了他运营李浩阳 如果是你 你怎么来运营 他不面对C端嘛 你直接面对C端嘛 那我觉得如果要给李浩阳另一种来做的话 那我觉得首先他要IP化 那在教育中的这个AI里面的一个创始人 那我觉得首先这个形象非常高大 那再有我们可能在讲的时候会讲体验 那我觉得内在的这些知识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密度是非常强的 那外在的 那可以看到立种的这个整个装扮 我觉得从体验来讲就已经target到这些C端用户了 那你如果只给他一个标签的话 因为互联网的产品讲究极致的体验 大家才会有这个用户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程度 所以如果你给他一个标签去包装他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标签能够让他赢 我觉得是一个跨界的企业家 这个其实可以是丽浩阳也可以是别人 就是说他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 没有代表性 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一个特征的 可能在定位这一块我没有去想的特别清楚吧 来 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那这是我在上一家这一家集团企业下面 做的一个基于机器视觉的一个自助收银设备 实际上我下面也放了四个这个机器的 这个自助收银的这样一个优势吧 那我是缺分入职 那这一个月时间我作为项目经理 做了整个硬件终端的1.0 那包括整个硬件的外观 包括它的系统 机器视觉的一部分 但我想关注的是你做的是什么 你把一个整个大项目都说了 你在其中做的是什么 产品外形的一个改造 那我会看到整个一个产品的一个需求 然后以及它大致的一个排期 OK 所以你大致做的是流程监控 对 项目执行与管控 如果你给你自己的能力三个关键次 你给什么 一是项目管理 二是运营规划 当然运营规划可能偏行业运营 这些都是废话 就是在项目管理中你的特点是什么 行业运营的一个能力吧 机器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你一直在做讲大而空的东西 而不是讲落地的东西 来 郑书涛 你觉得你跟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两点吧 第一就是可能我们这些行业背景不一样 我是在互联网的话 土生土长的将近有七八年时间 然后第二的话 其实他的话专业性比较高 项目管理我是完全不懂的 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有些区别在里边 他还很客观 你觉得你能打败他吗 今天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心虚 我觉得在专业度上 我略低了一个来往 的确是我的对手 我感到更多方便 使我更好一些 在准备里边 比如有PPT的讲解 在包括对一些问题回答里边 我觉得是可能相比 要是他人的话 我会弱一些 接下来第一轮选择 如果对两位都不感兴趣的 可以灭灯 反之可以留灯 第一轮选择去过雷 还有六战争 接下来进入天生 我有猜 然后我先讲 假设我代表金山云 郭董的公司 去来做校召的宣讲 好 首先啊 欢迎同学们来到 金山云的校召宣讲现场 是吧 我是你们的郑老师 今天我们只讲两个话题 第一是什么呢 讲互联网在做什么事 第二呢 讲金山云是什么 如果当我讲完 你愿意来金山云的话 请举行你的双手 第一点啊 互联网的话 是一个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啊 我们来服务千家万户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积一些 在互联网的话 非常开放 所以我提到 互联网的style是 你的衣服可以随便穿 夏天可以穿拖鞋短裤 女生可以穿得很性感 但是在教育穿的行业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你们是年轻的 00后95后 一定要选择互联网行业 当然 看我们第二大问题啊 互联网里边话 怎么选 要选择面向未来的行业 比如说什么 AR 人工智能 面向未来 云计算 面向未来 如果 同我的演讲 你们愿意来金山云的话 请举手 没有吗 这个你的这个演讲啊 整个过程就跟那白开水似的 我们都困了 你的状态也没有 机情也没有 然后你也别拿金山云 作为一个吸引力 吸引力不够 重要的是你的演讲魅力 都不具备 在整个演讲里面 你没有说 同学们来了以后 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 工作的环境 他们的岗位会是怎么样 金山云的业务现在怎么样 其实企业是想吸引人才来的 那我们对人才的这种 给予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这里面没有去讲 就非常基础的一个 跟大家去普及互联网干嘛 现在 来小龟 我觉得我不评价他讲的内容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校招的这样的一个演讲 潜意识也就是你可能认为 你这个你是很适合做这个 你的优势是很适合做这个的 但是其实我们去看 真正在校招 做校招演讲的 可不是一般人 绝大部分的校招演讲 都是创始人 甚至HRD这样的 而且还要经过反复演练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对自我的认识 是不清楚的 那么你对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判断是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 我不认为你能做一个 很好的产品运营 初涛你肯定选这个演讲是错的 但是我觉得产品运营 也不需要那么强的公开演讲能力 其实你应该把你在百度 在阿里的 这个运营的工作当中 你怎么对细节进行处理的 怎么得到领导的赏识的 把这些事你要讲 其实在第一轮 我给两位留灯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看看 树涛你们前面 在三个互联网巨头公司 你到底做了什么 因为你写得太含糊了 可能我的表达能力比较差 我当时是准备是 在后面进行补充 但是后边的话 因为这种台上比较紧张 这个当时的话 没有去回复过去 来 换一下 唱首歌 唱什么歌 那个Benjoie的It's My Life 好 来 掌声欢迎 清唱 唱歌的时候 实际上感觉挺爽的 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I'm gonna live forever I just wanna live wherever life It's My Life 谢谢 平时喜欢唱歌是吧 我很怀疑你真的 不做产品运营的话 真的会去干一些娱乐产业 有可能会去做美发电 来 我们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如果你的下属 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又不服从你的管理 你会怎么对待他 我觉得要看他不服从我哪方面的管理 那如果说我的公司是一个OKR导向的 那他如果只是迟到 或者说早退 但是他的这个目标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我觉得这种我是OK的 那如果是我们公司就要求这种朝九晚五 你必须做班 然后他还不来 那我觉得可能要谈 一次不行 两次不行 那我会找HR跟他谈 HR谈还不行 那他还是不行的话 那这种可能就直接就开掉 如果他就是跟你对着来 你让他干什么 他就是不干什么 但是他业务能力却不错 怎么办 调 调 调柱 去调杠 调杠 调了杠还不行 他如果对其他的领导也有意见的话 那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 冲突管理做得不好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到哪儿可能都一样 那可能这种人他能力非常强 那我觉得他可能适合自己去创业 如果他综合素质也很强的话 郑树涛把耳机拿下来 郑树涛 涛涛 来 到这儿来 我现在听不到 完全听不到 我发现你很专注 来 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杠老师 我有两个答案 就是第一种的话 就是我可能先需要问他 就是如果是问他 我哪个方面做得不好 你不满意是吧 我们可以沟通 先把矛盾给缓和或者解决掉 第二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的话 可能是我们先沟通完 如果说他还是不服从管理 然后我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会选择一个极端手段 把这个人卡掉 卡掉 如果你的下属就是利好洋这样的人 他不服从管理 这个会破坏整个团队的一个氛围 而且如果经过多次的这种沟通 还是不合适的话 只能说忍痛割爱吧 先卡掉他 还是卡掉 你带过几个下属 你的团队 最多时候有六七个人 你呢 姬野 你带过多少个 九百个 你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没 这种一般聊起来的话 都会比较好 我特别担心两位的回答 就是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 做忠诚的话 如果说碰到不服从你管理的话 都卡掉的话 这个忠诚是不合适 曹总有个原则 就是说的话 第一 他这个公司的话 贡献时报足够多 是否服从管理 是否会破坏公司整个的大大氛围 我会考虑大的命名 说到我问一句 如果这个不服从你管理 还有能力的人 是你直属上级领导的至亲 这个时候你还开他吗 如果有的话 我会选择得罪这个上级 得罪这个上级 对对对 就是该卡还得卡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个问题 在很多企业里面经常发生 一般企业都会怎么样 叫绩效考核 如果说你真的有能力 你可以自立一摊 而不是开掉 开掉是最假策的 对一般我们是 就是这个部门 我们公司是不允许 就是其他的部门总监 去开轮的 但是你可以告诉人士 说这个你部门不用了 由轮士去安排 但是说他不能卡掉 我会有不同的观点 我比较支持树涛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公司是一个组织 而不是团伙 如果说我们的公司 特别依赖个人能力 那是一个团队早期的状态的话 那保留它也许可以 但是如果说公司 已经迈入了一个组织 协同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一般的在座的公司 我想基本上 我不认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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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是合理的 我觉得是这样 基野的分析里头 首先分析的是 自己的公司的特点是什么 有些公司可能就是需要 在管理上特别严格 有些公司可能在某些业务上 就需要独狼型的这种明星销售 或者类似这样的岗位 所以我觉得他从公司特点 先去做分析 然后根据公司的需要 来设定自己的管理方法 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就你比较满意 基野的回答 对 但是我们确实 在这两位选手上 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特点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基野就是一个 管理型的角色 他只是做人的管理和时间管理 PMO的定义其实也是在这儿 他对业务运营是不了解 而对于树涛这边 我觉得他就不是管理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要给他留灯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些 具体的业务运营上 能做一些事 虽然今天他还没有表现出来 徐勒 我要反对你一下 我觉得一个项目经历 如果是真的是像基野这样 只是人浮于事 安于流程 绝对不可能做好 不同的企业里头 对PMO的定义 也都挺不一样的 无论是任何企业 哪怕你是一个工程 你如果对工程不了解 你说我就来是喀什坚来了 根本不可能做好 任何一个行业的PMO 一定要对这个行业的专业 支持要有深入的了解 那浩阳 你觉得他们两个的专业的话 哪一个更强呢 就在他自己的岗位上 现在看他俩都是 这些企业家其实对你们挺感兴趣 但是你们过去以往工作能力 实际的体现 的确没有听到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先点说吧 其实在工作里边 话同学们都在用 比如说在百度的阿里 做了很多工具 然后每天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的工作 是影响的面非常大 而且做了比如说 产品设计啊 需求分析项目管理 都去做 而是做得非常特别好 比如说这种类似 我急死了 对不起啊 这个我真的是 涂老师不完怎么骂 我都要打断你一下 你剩下的30秒 你要怎么讲 不是我做了很多好产品 我产品特别受欢迎 而是说我做了一款 什么产品 叫什么名字 他获得了多少的用户 用户的每天的停留时长 是多少 而在我的帮助下 他从多少的时间 增长了多少时间 对吗 你还不给我们细节 你还在做表扬自我 因为这样 就是在大公司啊 分工非常细 我能看到的话 只有自己的数据 外表数据 我是看不到的 这种情况 我知道是比如说 通过我的工作 在一周里边 数据多少是能提升40% 比如说这种 这产品的采纳 一个几率 上限了这功能 我知道这个 恰恰我是不了解的 因为分工非常详细的 这是个倔头的 来 季野 是这样 我之前在惠普 包括做亚太区的项目经理 然后包括做PMO 大概一共两年时间 做过200个标准 以及非标准的 这种交付项目 然后我们惠普是在 16年时候 把三星的 打印事业部并购过来了 那他在中国区的 整个并购整合工作 我是作为项目经理 整个项目 差不多100多人 项目历时10个多月 这些项目都是我做的 树涛跟季野 是咱们这个 应聘的两个极端 就是这个树涛 不太善于言辞 但是他每天 其实在 在百度在阿里 就是要盯数据 然后出方法 然后做优化 然后做这个闭环 你看你都没有 帮他梳理清楚 就比如说 他最后才说清楚 他不是做运营 他其实只是 做用户调查 对吗 不是 他做运营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不知道 运营数据 就说明他其实 并不知道真正 后端的提升 他只是提供一些 他刚才说 提供一些用户的调查 然后给到领导 没有 没有 他做弊端产品 做数据分析 我们不在争论 这个和孟岩的 一贯表现 孟岩从来只是 注重细节 他对宏观上面 会忽略 树涛其实也是 在这整个的表现过程中 对细节更重视 宏观差一点 那么季野 可能更多的宏观上 更强一点 对吧 但是没有给我们说 这个石操的感觉 我故意跟他 导师的水平也差不多 所以那完全体现了 两个导师的性格特点 在两个选手上 体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 就如果你想招一个 踏实做事的 对吧 就是能带几个人 小团队的 比如招数套 是这样 我们知道 这个互联网公司的 审核标准 入职要求很严格 但世界500强的 入职标准和审核标准 一样很严格 刚刚 牧师兄说 我们季野只会说 不对 他刚刚在的PPT中 展示了他的数据分析 对吧 流程控制 包括甚至结果评估 一整套完成 他有非常清晰的概念 我觉得 他既能做好 基层基本的 这个一线工作 也能做好 一些宏观的分析工作 这能看出什么呢 这能看出 这个员工的成长性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社交数据解读 季野特别关注 移动互联网 经常看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的内容 通过大数据职业分析 可以看出 既也是一个挑战者型的职场人士 和互联网产品运营职位的匹配度 更是高达89% 而另一位选手没有社交数据 小兵想 他与运营的匹配度应该相对较低 毕竟做运营的 怎么能不接触社交媒体呢 好 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要求薪资是多少 我希望在北京 然后希望是20K 来 你要求多少 我觉得在产品运营方向 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 入门级的一个求职者来给吧 10K吧 一万 对 你是两万 对 在第二轮选择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拿出题板 写出自己心中 最满意的那个名字 我确实也没有合适的岗位 提供给两位 我觉得像季野也许 你不应该做互联网运营了 互联网运营的方向 不一定是你现在最擅长的 然后树涛这边呢 我觉得你可能 至少你在面试环节 没有展现出来你的能力 是这样的 那个树涛其实今天没有发挥出 你两万元的这个价值 你的优势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那么季野呢 其实看似性价比很高 他给自己开了一个 很低的薪水 但是反而让我质疑 他的求职动机 所以这次没法选择 产品和运营典型的是 拿作品说话的岗位 这是厂商你们两位 最大的硬伤 就是没有谈专业 来我们有请两位导师 来到台上 我的确觉得他们导师 应该为他们两个的 这个失败负责任 因为他们两个导师 都是特别有激情的人 对 我觉得树涛的性格 大家也能看出来 就是人比较耿直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输到位 把自己的弱势给表达出来了 这也是我的疏忽 我要批评点名批评莫言 第一个你是菲尼莫斯的老老板 这个舞台你待了七八年了 对这一盘老板的这个品行个性 你是了解的 你应该辅导他们 老板有哪些敏感点 反感点和兴趣点 第二个你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 而且你在做百合碗的时候 你对产品的理解 对用户的理解 你是有一整套自己的裸辑和模式的 他们在台上表现的这种 无裸辑 无层次 无模式 是你自己的失败 其实我提醒 低头谢罪 季野他的综合能力 我们其实都 说自己 就季野的失败 主要是由我来承担 说自己 就主要是由我来承担 他的失败 主要是由我来承担 因为他其实的综合素质 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相信 以季野的这种项目管理能力 综合素质 在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有更宽广的路 朝向他 就是 老板眼瞎 是这样啊 我也看《黑魔主》几年了 我觉得如果说有些人 需要为当代 企业家在青年人心中 负面形象负责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厉总 鼓一个掌吧 鼓立一下 这个 我认为啊 一个老板可以犀利 可以有风格 可以有锋芒 但你要有对求职者 和你的员工 起码的尊重 尤其你的措辞 你的语气 不要太过激烈 实无英雄 数字成名 默契少年穷 八年以后保不齐 像我一样 不就来当导师怼你来了吗 对吧 所以鸡也别着急啊 以后记住厉总的样子 回头来怼他 好 齐涵呢 也没有一丝的反省 还觉得自己的 非常的张狂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 我们都希望用 我自己都想 给他留灯的一个人 他上来先 第一句话 三十秒就应该说 我带了一百人团队 我这一百人团队 带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 我是如何解决困难和问题的 三十秒就能搞定我们的心 你自己还好意思 在这台上做导师吗 你们两个真的可以找一个 歪脖子树 去反省一下 下一期就轮到你做导师了 我的老师 说别人都是容易的 自己做了以后 就知道有多难 但是呢 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让选手更多的 在舞台上大方异彩 其实确实是导师的责任 那么难做也要做 好吧 尽量反省吧 谢谢四位 好 再见